他那家里的房子他父母住一套 另一套空着他留着有什么用啊 那要不那个房子留着干嘛呀 你留着下胆吗 那你之前答应我干嘛呀 早知道你不想来的话 我压根就不跟你开始 当时追我的人多着呢 视频中逼着男方父母卖房拿钱 要在北京买房才能结婚的是晶晶 今年30岁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晶晶要逼着男方父母卖房子 才肯结婚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麻烦各位帅哥美女们点赞一下 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全家人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的支持 你要是一开始跟我说 你不能留在北京 我就不跟你开始了 多少人追着上赶着找我呀 你那么有本事 你找个北京本地的 不喜欢 不靠谱 那凭什么他不能为我留在北京 对呀 是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难道我的意思就要别人控制吗 对你可以不要别人控制 凭什么他们都不为我留下呀 反正你不为人家妥协 人家为什么要为你妥协呢 你要别人对你怎么好 你就对别人怎么好 不要老把自己太当人 把别人不当人 连土雷老师都怒使惊惊 千万不要不把别人当人看 一上台的小王就大吐苦水 自己本想着在老家买房 自己发展的事业 一直就在老家这边 而女友晶晶就坚持一定要在北京买房 两人就因为房子的事大吵了一下 那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双方都不肯让步 要吵到节目组上面呢 这是还得要从小王家里拆迁书起 他老家有两套老房子 他有一套需要拆迁的 那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平房 他父母就说 那个11年把那个平房拆迁完了 我们在北京买房子 结果到现在 2012年都快过完了 就是还没拆迁 还没动力 那都不能怪他们家人 晶晶直白的话语让主持人震惊 政府这边还没拆迁到小王家里 这是又怎么能怪自小王呢 况且这也完全不影响结婚 毕竟拆迁房子是迟早的事情了 但在晶晶心里 又有别一样的想法 那我没房怎么结呀 我家里确实答应他 让在北京买房子 但是现在一直没拆迁 如果现在把房子卖了的话 损失更大一点 我家里也不同意 马上都得要拆迁了 现在马上把房子给卖了 那真是脑子被驴踢了 所以小王父母自然也不会同意 希望两人就在当地先结婚 毕竟已经答应了在北京买房子了 可没想到晶晶还是无法接受 一个人来北京好几年了挺不容易的 那我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呀 再说我在北京来了六七年了 我一毕业就在北京 我就这么样的就走了 我那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原本以为晶晶是因为某些特别原因 坚持在北京买房 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要让小王父母卖掉马上拆迁的房 更让小王放弃自己在老家发展的事业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就以为11年肯定就买一套房子了嘛 正在这个时候就2011年的春节吧 就是说限购令就出台了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钱 现在有钱也买不了 限购令的出台 让本想在北京马上买房结婚的 晶晶梦想破碎 在北京已经七年的晶晶 虽然百般不舍 但是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那已经30岁的晶晶倔强的性格 会因为这事选择低头吗 那限购现在哪了呢 那税不够五年 现在才纳了两年半 还缺两年半 我就说先回老家结婚 然后今晚婚 等那个条件符合 条件规定了 我们再来北京买房 商量的也行 他就是不回去 就一直非得带来北京 小王原来以为 这次是上天都在帮助自己 可以让晶晶跟着自己 回老家结婚 没想到晶晶还是不肯回去 都说假期随期 假狗随狗 晶晶的不愿意 小王也是毫无办法 主持人并信 两人可以在北京租房子住 这不提还好 一提小王更是火冒三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难怪小王和家里人 会如此生气 都已经快拆迁了 这个时候把房子卖了 日后的利息对比拆迁款 那真是九牛一毛 可晶晶还是没想明白 对此不依不饶 房子前卖了把钱 打到晶晶卡里 这点真是谁都想不明白 可晶晶表示根本受不了 要是两人结婚了 自己什么都没有 还得要只身来到 小王的老家独自生存 晶晶还是表示 两人收入本来就非常不稳定 要是到时候再要了个孩子 那真是手头上一点钱都没有 还有就是他以前他老家 他就说老家 总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 在认我之前 我就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对我留一手 那要不那个房子留着干嘛呀 你留着下胆吗 都说了在认识晶晶之前 去认识女孩子 现在再把这点 不足为道的事捡起来说 那真是太不地道了 那对于卖房才肯结婚这事 主人公小王又是怎么想的呢 晶晶都已经30岁了 年龄也不小了 难得有个才24岁的小王 这么懂事的去计划 还完全不在乎晶晶的年龄 晶晶的做法真是太想人所难了 在北京买套40平米的房子 都已经足够在老家 买个100多平的房子 还能买上一辆好一点的车 只能说晶晶的想法 大家一点都想不通 接着晶晶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 那你之前答应我干嘛呀 早知道你不想来的话 我压根就不跟你开始 当时追我的人多着呢 看来晶晶还不清楚 自己目前的现状 年龄已经越来越大了 已经是从选择别人 到别人选择自己了 能遇到小王这么好的家庭 都不懂得珍惜 还对着小王口出狂言 因为晶晶的想法太过异想天开 小王家里人的态度 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家里人的不同意 真是让小王百般头疼 要让一个才24岁刚出头 还在创业的小王拿钱出来北京买房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看到小王对双方未来看不到希望 主持人也想听听小王心里是怎么想的 小王还是选择了让步 可以为了晶晶去北京重新发展事业 白手几家从零开始 因此晶晶也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呢 社会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心是最不能测的 仅仅让小王去跟撕破脸来表明态度 这根本就是不可取的 仅仅还觉得小王就是太不重视自己了 要是小王肯和父母撕破脸 晶晶可以什么都不要 甚至养着小王都可以 有时至中晶晶都是觉得 小王就是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那个标准 也对自己的感情根本没有那么深 对此小王的父母 又是对晶晶怎么样的态度呢 正常来说女方结婚后就应该嫁去南方 晶晶这个做法就是想让小王坐上闻女婿了 如今逼着小王父母卖马上拆迁的房 这已经不是态度上的问题了 更是脑子里根本就不会算 对于晶晶的做法 图连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晶晶的固执想法 真是难为了小王一家人 自己就常住北京为打不动了 就算是结婚也改变不了这个事情 图连老师继续缓缓说道 都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个城市 而晶晶是爱上了一个城市 却不舍得为爱的人而放弃 有时候大家也会在想 幸福其实就是跟着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无论去到天涯海角其实都一样 当深爱者的两个人分隔两地 那更多换来的只会是无限的痛苦 因此图连老师也把晶晶心里的想法直接看穿了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而随着一段又一段的爱情 都因为北京的原因而戛然而止的时候 北京就不再是一个城市 而是一个证明 证明对方有多爱了自己 为了我愿不愿意在北京留下来 图连老师的话语果然一针见血 其实晶晶更多的是放不下曾经的那段经历 或者如今在北京的那个男人 才是晶晶真正心爱的那一个人 所以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这个观点是完全成立的 生活当中 真正只有那些自私的人 只爱自己的人 才会提出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去考验对方 你是不是爱我 自私的人 只有爱自己的人 去考验爱人是否爱自己 这种人通常都是内心自卑的人 而通常侧出的人心会发现 对方根本无法满足自己 更或者会因为对方满足了需求 自己却永远无法满足 所以图连老师也得出了自己的一番结论 所以我认为 你们俩之间不是爱自己 你爱的是自己 第一段感情就是因为 你不愿意和对方回老家 他也不愿意为你留在北京 所以你们分开了 是不是这个事实 是 通常自私爱自己的人 永远都不会幸福 因为在晶晶的世界观里面 永远都只有别人来迁就自己 此时被图连老师戳中心窝的晶晶 竟突然发飙起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爱情里三观契合实在太重要了 你有你的选择 他有他的选择 不然再也会因为意见不和分道扬镳 只能说两人分开更多的是 因为一方不够爱吧 有史之中晶晶都只顾着自己想法 像小王这么暴躁的性格 都已经心甘情愿妥协的去迁就晶晶了 只能说晶晶太过不依不饶 永远不会为对方让步了 晶晶前面说的这句话实在是太伤人了 真是连涂雷老师都完全听不下去 所以通过这件事 涂雷老师也希望清晶明白一个道理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呢 土雷老师的这一番话真是精髓 毕竟人心都是肉做的 想要得到就要学会先付出 只有将心比心 别人才持续以真诚相待 对于两人的问题 双方到底是去是留呢 我们拭目以待 看来两人的去留 涂雷老师早已预料到结果 果然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涂雷老师不愧是让人最佩服的情感导师 此时连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一番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去北京吗 哪里北京 要房子吗 先租着吧 反正也买不了 你跟我那么凶干嘛 爱她是吧 真爱她 你也真爱她是吧 从晶晶答应租房上看 晶晶学会了如何让步 如何去照顾身边爱人的感受 果然涂雷老师的话语 太能让人受到启迪了 接着主持人也邀请出花童们 来让小王求婚 去哪了 给叔叔这个戒指 我不能在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 我们现在不能结婚 我现在在北京买不了房 本以为故事会以好的一面去发展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订婚仪式 小王会选择等买房之后再订婚呢 小王也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一番话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们现在一地两年 我发展我的事业 他发展他的事业 可能他条件符合纳税五年以上 而且我们有的条件了 我会买房 然后我们结婚 你想娶他吗 想 真想不到小王才24岁 思想就如此成熟 不但只为两人的未来着想 还要发展自己的一番事业 也难怪晶晶会看上小王 但是经过这个时候 我们也闹了很多矛盾 我想跟他在一起 很爱他 但是 如果是我现在给他求婚 再过一段时间 还是回到现在这种情况 小王的思想和对事情的规划 真的太有智慧了 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赞口不学 你理解 你很顺重 北京买了房 我们准备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这个节目 然后我会当着大家的面 把戒指给他戴上 向他求婚 小王确实是一个 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只能说晶晶真是个太幸福了 有个年龄这么小的男朋友 不在乎自己年龄 甘心愿意等自己 也为两人的未来铺好路 对于晶晶逼小王家里卖房的事 还有小王的成熟思想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